创作的每一首歌 只希望我能影响更多的人 希望我的作品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不枉为宗华儿你 柔个好人 我的工作主要负责是列车的边组一解体 然后做好防流 就是无论刮风下雨 我都要监守岗位 连接员呢 这个工种是在铁路 算是最危险的工种其中之一 也算是铁路版的蜘蛛侠 然后保障铁路的运输安全 然后大家所看到的一列列 火车一列列列车 都是我们去编组 去连接完成的 李 like other members of Gen Z in China feels proud of living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high-speed railway 我的老家 旁边就是铁路 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 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 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 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快捷 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在2021年 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更全面的保障支持 还有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我也觉得奋斗 它本来就是一种幸福 它意味着激情与快乐 意味着收获与自豪 希望我的作品 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 与对生活的 对工作的向往与热爱 广大一点的来讲 希望我能用音乐的力量 让国民树立文化自信 传递正能量 国家繁荣富强的任务 青年的未来 与国家的未来关系密不可分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 对国家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如今中国高铁 已经成为世界闪亮的名片 我不仅仅只想当 一名铁路事业的参与者 也更想当一名 铁路事业的歌颂者 中午高铁 新闻奇迹 穿过山河之巅 飞跃在城市间 不管路多遥远 临跑世界之间